林鄭月娥和官員都戴著新架可重用口罩出席記者會 她說口罩是本地研發、本地應用 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都會獲發一個 聽早7點起可以上網登記 兩星期內就會由香港郵政派送上門 這個口罩名為同心抗疫QMASK 向每名持有有效身份證的香港市民免費派發這個可重用的口罩 口罩的中文名稱是銅心抗疫口罩 這個銅是銅線的銅 因為這個物料是有用在口罩裏面的 心是電心的心字 英文名是QMASK CU是代表銅、Copper的化學符號 所以我們叫它做QMASK 大家也可以叫它做CUMASK 因為是銅的化學符號 也可以把它演繹為 我很想見你的口罩 除了可重用口罩 政府也會向全港媒戶派發一包 10個一次性口罩 與可重用口罩作替換 市民不用登記 口罩會由香港郵政直接送東會戶手上 首批會有3千萬個 預計在6月底派發 另外政府也會向外販清潔工 以及院舍員工派發更多口罩 每人由每日一個加到兩個 亦會向施家醫生、物理治療師等派發50萬個考察 主席 主席